穿着刑警背心和同事闲话家常 他是破利斯大人庄子豪 不过接下来他准备要转换跑道 因为他刚选上了新科里长 就像我们之前因为以前刚任警察的时候 也是当群区警员 所以对这个侠内里民 就是相处的方式都差不多 所以我现在当了31年 想要转换跑道 来服务我心腹里的民众这样 庄子豪从仅31年 在四个分局都曾服务过 资历相当深 曾经破获重大刑案及毒品案 这次参选里长没有挂布条 只有挨家挨户的拜票 顺利当选里长 就是把他当作 里民当作是自己家人一样 同样在中正区 还有这位年仅27岁的陈访林 曾经在市府交通处服务 当过中正区的里干事 种下为民服务的种子 在家人的支持下参选 顺利击败七连霸里长 年轻人打败老里长不简单 因为老里长做了七届 有他的实力跟他的做事态度 那很感谢郑沙里的你们给方林这个机会 来服务郑沙里来做改变 希望我们可以让郑沙里一起变得更好 更亮 让建设可以更好 期待大家一起来看见郑沙里的改变 不管是破例式大人转换跑道 还是年轻的女力挑战成功 接下来都要努力地兑现和选民的承诺 做好为民服务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很多人说不可能